王一博山中拍片盲,魏若来收获《梦中仙子》,热度不断攀升。 王一博仍然在忙于拍戏追风着热播,话题不断,热度突破9500,收视率也超过2.3,这部剧确实很受欢迎。 在剧中饰演周仪的杨坤老师,谈及与王一博的合作,赞扬他的表现非常投入,充满代入感。 同时透露王一博目前仍在山区忙于拍戏,因此无法到场。 众所周知,王一博一直在忙于电影《人鱼》的拍摄,而取景的也相对偏僻,根据故事情节应该是在山区,这与杨老师所说的情况相符。 之前出现在直播间的王一博素颜出镜,吸引了不少关注。 从背景来看,他应该是在剧组的酒店内。 由此可以看出,王一博依然忙于拍摄《人鱼》,之前的各种传闻也因此不攻自破,他一直都在剧组。 目前大家的关注点更多地转向了魏若来,因为魏若来已经成功地取代了王一博的位置,赢得了大家的喜爱。 凭借着茶里茶器,扮猪吃老虎的可爱形象,他登上了各大话题榜。 不仅如此,剧情至今播出过半,但热度仍在持续攀升。 全剧的演员都有着出色的表现,而观众们也因此沉浸在甜蜜的爱情故事中,不分清红皂白地为每个角色加油。 就连反派角色也都有着独特的魅力,让观众们对剧情充满期待。 剧情节奏把控的仪,不仅穿插了正剧和喜剧元素,甚至让观众有种分不清是叠战剧还是喜剧的感觉。 从沉浸在魏若来的甜蜜氛围中,到被剧情紧张地发展,带入戏剧高潮,观众们在剧情中来回切换,越看越有趣。 随着剧情的推进,魏若来的未婚妻也纷纷登场,这次直接将王一博带进了剧情中,展现了他完全不同的一面。 未婚妻的到来直接暴露了魏若来的本质。 他平时不爱洗脸,七岁了还尿床,碰一下就哭,做饭不好吃,被未婚妻嫌弃不说,还被砍价到20块大洋甩卖了。 之前营造的小白花形象瞬间荡然无存,反而吸引了更多人来抢夺。 大家都想成为魏若来的梦中情人,应聘未婚妻牛春苗更是如此。 他们可以抱着他,牵着他,睡在他的床上,盖着他的被子,甚至还期待他给自己准备早餐。 尽管魏若来口头上对未婚妻表示各种嫌弃,但内心却温暖而宠爱。 他怕他多嘴,却又心疼地给他准备了香皂、牙刷和早餐等。 从他细心的举动中可以看出,他们之间的感情是很好的。 所有这些都被网友看在眼里,纷纷在网络上摇旗呐喊。 未婚妻甩卖自己,他们却迫不及待地前来购买,因为他们都想成为魏若来的梦中情人。 许多人表示,看魏若来与牛春苗的互动,让人感受到了王一博与粉丝相处的记事感。 男生都讲究面子,但面对熟人,尤其是从小就认识的人,魏若来在牛春苗面前显得有些无言以对,想要表现绿茶都很难,只能任由他得意洋洋。 感谢观看视频,如果你喜欢这个新闻,请随时发表评论,喜欢并订阅这个频道。 祝你生活永远快乐,平安。